另外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籍现议员张美惠 也在5号举办了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而来自花莲各区的社福机构到场来力挺 肯定张美惠过去关心弱势族群的用心 而张美惠也强调 会做事会监督会持续会关心 希望乡亲能够继续给他力量 让他在现议会来为乡亲们发声 现议员张美惠多年来关心弱势帮助社福机构 受到公益团体肯定 因此在张美惠寻求连任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上 花莲地区许多社福机构都到场力挺 除了感谢张美惠的照顾 也期待张美惠连任成功 继续为弱势族群来发声 我们今天会设限上当家好蛋的祝福 是因为这个是我们自产自销的当家好蛋 祝美惠当选高票当选 第二个祝福是大家都知道 鸡生蛋蛋生鸡生生不息 美好会持续 强调会监督会做事会持续会关心 张美惠系数过去四年的问证绩效 还有争取的多项建设与福利 他也设定了更多任务 希望乡亲给他机会 在议会继续努力打拼 我们在议会监督问证的最基本 就是为民众来把关预算 因为都是名指名高 因为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预算一定要合理的分配 合理的运用 要办活动当然可以 但是你不能大而不当 华而不实的 把民众的钱乱撒乱烧 这个是我在议会监督预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而且是我的职责 像我们删除掉一千八百万的入计 还有之前要在花莲县设六个电子碳板 要一千五百万元的这件事情也被我们删除 因为那都是不必要的 那还有在昨天的宗教预算上 一定这么多年来 像一年要八千万元的花费 其实宗教信仰 每个人我们都尊重 而且它是有必要的 但是在做相关的祭祀上 相关的参与上 县政府在做的事情上 我想应该我们民众也都眼睛是血亮的 我们要好好的运用这个经费 不是不能编 但是要花在刀口上 这是在预算监督的工作上 所以11月26号这天马上就要来了 在这里就是真的要 拜托大家给美慧能够继续连任 张美慧进总成立大会充满了感恩温馨气氛 社团的热情相挺 让张美慧更有动力 也期盼获得相信认同 让她可以连任成功 举起你的右手 一号一号 举起你的左手 美慧美慧 举起你的双手 动扇 动扇 借刘密胜花莲市报道